过去对话保姆小心翼翼 定时更新女婴近况 还会建立相簿 分享小孩可爱模样 保姆第一时间把人送到医院 群组气氛扁得紧张 保姆不时询问后续 不时替女婴祈祷 留长头发笑容温柔 周星保姆年姿六年 自己也是孩子的妈 过去没有不良记录 没想到发生憾事 迷信夫妻党为了第一个孩子 相当慎重 找市府认证的网站 上面讯息公开透明 还有人帮忙梅河 而根据规定担任保姆 每年相关单位 会进行两次例行性访试 如果保姆有新收拖案 第一个月必须访试一次 原本周星保姆被安排 八月十六号访试 没想到十五号女婴就出事了 仅仅一天之差 酿成遗憾 几几事件经过 厘清整个过程中 是否有人员涉及刑事不法 检察官十九号下午 约谈周星保姆 厘清事件中的疑点 包括有没有施虐 监视器记忆卡的状况 而少处也协助女婴就职 盼望奇迹能够出现 华视新闻吉隆报导 哈喽 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 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频道 YouTube频道